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妈一下就慌了 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 你说实话吧 我能挺住 我妈这个人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 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 她就觉得自己要死 然后她就把我家所有银行卡密码全给我了 三个月之后她出院了 出院后第一件事 坐着轮椅上银行把密码改了 我说你至于吧 你自己亲闺女你防成这样 我妈说怎么不至于 你老的钱就这么没的 之前我在北京过得确实不太太好 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 跟我说 闺女 宇宙是有尽头的 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 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 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在这儿 你就给定了 我妈说 哎呀你没听懂啊 你思考 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还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 困体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 我家是铁岭的吗 从那以后啊 我失恋了 我妈说回铁岭吧 工作黄了 回铁岭吧 微博掉粉了 回铁岭吧 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 在我妈眼里 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 哎 到网建国了 我和王建国的事 你们也都知道了 我妈也知道了 还能这样啊 我妈还听说 王建国是盘景人 就问我 你说宇宙的尽头 有没有可能是盘景人 我说妈 那宇宙的尽头 必须得在东北 那爱因斯坦 唱二人传出神的吗 我妈说 那咋的 咱东北多好啊 地大 物佑伯 还有王建国 爱因斯坦 肯定是没有想到 他去世65年之后 在神秘东方的 辽北黑土地上 有我妈这样一个红颜知己 把他一辈子 都没想清楚的问题解决了 其实今年啊 我真的离开北京 回铁岭了 很多人知道了之后 特别地惊讶 跟你们差不多 那个表情 就仿佛这个事 不是我从北京 回到了铁岭 是我本来 马上就跟吴亦凡结婚了 突然决定 跟王建国私奔 那追着脸着就问我呀 离开了北京 你不遗憾吗 说的像我曾经得到过北京一样 对北京来说 我两个备胎都不是 我为他奋斗 为他攒钱 为他付出青春 我走的时候 我还跟他说 再见了 他也说 你谁呀 我回铁岭 居然还有人嘲笑我 你回去干啥呀 铁岭连个地铁都没有 你说一个破地铁 有什么好自豪的呀 北京好 大环线 上下板 左一圈 右一圈 日复一日 圈复一圈 宇宙都有尽头 北京地铁没有 太厉害 更过分的是 还有一群人 我在北京的时候 他说 北京不好 压力大 我离开北京了 又说 北京多好 机会多 我就感觉就这些人 他们活着唯一的目的 就是告诉我 生而为人 你很遗憾 很多人吧 都觉得 只有在北京 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 今天我就冒昧地问一下 你们的梦想 是举办奥运会吗 反正我的梦想 铁岭就能实现 我就想要 锅包肉 熏鸡架 铁锅炖蛋鹅 所以 所以 你们真的不用再 为我感到遗憾了 你有你的选择 而我 选择王建国 谢谢大家 我 我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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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啊 下来啊 现在的手 现在雪芹的手 哈哈哈